一例休进入辅导期虽然质疑声浪不断 但主计处公布调查 结果今年一到二月受雇员工平均加班费增幅12.5% 比去年同期是多了187块 创下了近七年同期的新高 这显示了在劳基法新制实施下 加班费确实是有感调升 一例休上路之后进入辅导期 不少企业与劳工抱怨连连 招批行程双述的局面 行政院主计总处也公布最新的调查结果 2017年开始一二月的加班费 年增率12.5% 也创下了近七年同期的新高 没有影响 其实没有 基本上就是业绩高薪水就会比较高 这样子 对啊 所以其实没有所谓的加班费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民众批五感 但公司行号可是大有感觉 纯加班的话要增加两三百万 建工时期年续假日我们就需要 司机开车嘛 包括我们账务员售票员 我们就需要 那我们会加班不可 可是离工时期 我们就没有办法服务了 我们就减班 一月十月来讲的话 部分业者选择减班来应应 但绝大多数的企业是必须增加人力 也进一步带动劳动市场的稳定 透过加班费尤其是休息日出勤的这样的加班费的提高 来达到让劳工休息的这个结果 那不管从就业的状况 或者是从这个加班的时速 跟加班的这个加班费创新高的这个结果来看的话 我想到目前为止 一月休应该会是往比较正面的方向 一月休上路至今政府寄出数据 看似达到明显的成效 但实际面是否执政解决劳工过劳血汗的问题 政府恐怕还得再想想 免得劳工沦为政府和财团过招下的牺牲品 欢迎新闻林基祥李佳化 台北报道